港泰校委會開會 據了解會維持上次會議的決定 等首席副校長李鑫 才任命學術副校長 幾十個學生衝入會場 要求校委會解釋 又阻止校委會成員離開 混亂間成員勞寵茂 倒地受傷送軟 陳健敏報導 會議進行了大約四個半鐘 一直在外面等的學生 突然衝入會議廳 學生不滿 校委會決定維持等首席副校長李鑫 才任命學術副校長 學生包圍校委會成員李國將 部分委員離開 校長馬飛鑫勸喻學生離開 希望他們確保所有人的安全 學生未有離開 他們要求校委會主席梁志雄解釋校委會的決定 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新委 寫得很清楚我們的會議紀錄 就是說它是協助 首席副校長關於Academic Affairs 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校長當時告訴他 很可能八月就可以找到 這個首席副校長上來 第三 就是這個委員擁控了五年 所以當時的Council Member決定就是 可不可以多等一會 給點尊重新的副校首席副校長 委任副校長 無需等待首席副校 無需等待首席副校 理由我就說出來了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這個理由都不合理 你說 我可以說 我接受你們說這個理由未必充分 但這個是理由 是校務委員成後決定出來 學生要求即時任命副校長 又阻止其他委員離開 批評他們拒絕聆聽學生的聲音 之後李國將離開座位 再被學生重重包圍 是 我發自殺 是 我發自殺 我發自殺 平均一致 我發自殺 我發自殺 你去去去去去 混亂期間 校委會委員盧寵茂 跌落地 手抱膝頭 手抱膝頭 你先生 我一股膝頭 你不要亂 李國將為他治理 各位合作 各位合作 兩支鴻和袁國勇也加入 盧寵茂及校也能坐起身 但幾經擾讓 才由保安護送離場 再由救護車送走 保持 而其他委員離開大樓時 亦都被學生同校友追擊 劉麥嘉軒在大樓外 被包圍大約一個小時 都未能離開 大批警員到場維持秩序 最終劉麥嘉軒 需要由擔架床抬上救護車送走 校方重申並沒有報警 不知道警方為何進入校園 NOW TV記者 一趟見聞報導 我終於是不足 你也有 証明